2月1日开始,脸书将在用户开启APP时显示提示,征求使用者同意,让脸书运用个人化广告帮助小型企业。 此举是回击苹果日前宣布iOS14作业系统隐私权规定的变更。 新规定将询问iPhone和iPad用户是否愿意将个人资讯作为广告追踪用途,将限制脸书这类APP搜集用户数据,以及限制他们投放目标式的广告。 相较以往,设备都是默认允许。 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日前批评苹果辞聚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大众,但明显是着眼于利益竞争。 苹果执行长库克则表示,先前的演算法助长了不实资讯和阴谋论,该类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误导用户资料滥用,暗中批评脸书。 脸书与苹果的隔空交战显示两大科技巨头的战火有升高的趋势。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总和报道。